全国现在的空床率是3.2 整体的病床在目前还是病床数有增加 那使用的量有稍微降低 那连续三天全国的来讲 那就是近的比出的还要少 大概推估是因为这个重症解割条件有放宽的关系 专则病房空床率稍有提升 但有医师观察重症患者在符合解割条件后 病程出现反复的状况 染疫患者伴随的共病也是降转的阻碍 难以空出病床 即使可以出院 还要考量到他们原本的收治机构能不能承接 以我们的话我们是会把他接回来 机构里面都没有确诊者 那有其他长辈在 那当然可能就会有一些家属或者说 机构的住民就会有一些疑虑说 这个他还是验得到的 那回来会不会影响到我们里面现有的住民 如果说机构他不愿意接回来 大部分都还是被卡在医院 那这个可能在转出到别科 或转出到机构的时候 修正条件的一些说明 我们也会加强宣导 让这个接受方能够知道说 已经经过评估 是应该不具实质传例 所以请这些科别或者是机构 能够安心的来接受 不要影响这个个案本身 后续的一些治疗的需求 指挥中心表示 中重症解隔放宽 就是要为了减轻专责病房的压力 把医疗量呢 用在刀口上 大安新闻徐英豪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